大家好,今天咱们就留下这个蝴蝶蓝 蝴蝶蓝有很多话说叶片出现发生干瓶的现象 还有根系出现一个空瓶的现象 那么像这种情况引起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水苔放的太多 如果是水苔放太多的话 咱们适当的把它把适量的给它挖出来 然后过一段时间 如果发现它还是出现一个发生的情况的话 首先检查是不是长时间把它放到一个低温的环境下去养护 一旦是放到一个低温下去养护的话 它也是会容易一个发生干瓶的现象 如果是温度掌控好了 不是这种引起的问题 还有可能就是切肥了 一旦切肥它也是引起一个肥料甚至发生的情况 因为这个水苔是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的 如果摆出来这两点的话 还有可能就是切肥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就是空瓶的话 还有可能就是切肥了 一旦切肥就可以给它补肥了 那么补什么肥呢 就是补零甲肥了 因为零甲肥它的作用是可以抗导服 抗网眼 抗尾年 促进根系的增长 增加这个叶片的油力度 光合作用的 咱们用到这种高纯度的零酸辣精甲 给它兑水大概15天到20天 给它浇灯一次 1克兑上500毫升的清水 给它用一个尖水壶摇晃金银融化之后 就是沿着这个花盆边 也给它慢慢的适当的擦进去就可以了 连续使用几次 它就可以恢复月力饱满的了 就不会出现一个空瓶 就是根系空瓶的现象了 所以花样们 自家养了一些蝴蝶兰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适当的检查排除 如果是有一种出了问题的话 一定要给它做到一个预防 做好就得了 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干瓶 为年发扬的情况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小方法 大家能够很好的掌控好 做好 相信你也可以把自家的蝴蝶兰养得很好 养抽出花钱开出花朵的了 好了 下期再见